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亚南也是被报 在家 安兴待运的消息 而大一哥朱之文 在被问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是模棱两可 并没有正面回答 但是如此一来的话 还引出了一个大麻烦 特别是对于陈亚南来说 因为他和朱小伟并没有领证 虽然是名义上的夫妻 但是没有结婚证 生宝宝是要缴纳相关罚款的 而在之前的直播中 陈亚南也是承认 并没有领结婚证 原因是老公朱单伟 仅仅19岁 还没到法定结婚的年龄 只不过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男生的法定结婚年纪是22周岁 也就是说 起码还要等三年 朱单伟和陈亚南才能领证 如果这三年的时间里 陈亚南生子的话 肯定是要缴纳罚款的 而这里所说的罚款 其实就是社会抚养费 根据相关规定 为旅行 婚姻登记手续 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 按照基数的三到四倍 征收社会抚养费 虽然说 这些钱对于陈亚南和朱单伟来说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 作为名人的子女 这么做的话 社会的观感肯定有问题 当然也有不少人替陈亚南进行辩解 农村都是这个年龄段结婚 到了年龄 再不办结婚证 见怪不怪 先结婚不领结婚证 在农村很多地方 是正常现象 这是自愿 也是一种习俗 毕竟农村的姑娘 结婚都早 再加上现在这些地方 好姑娘更是凤毛麟角 为了早点把这些女孩 娶进家门 所以很多男孩 没有到法定年龄 就选择结婚了 只不过 要不是陈亚南嫁到的 是大一哥朱之文家里 估计也没有这么多人 关心他的私事 毕竟类似的现象 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估计陈亚南 自己也没有想到 一夜之间 就火爆网络 还成了知名人物 一举一动能受到了 广大网友的关注 所以说 从直播那天开始 陈亚南就把自己的私生活 曝光在了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前面 因为这些视频 他赚了不少钱 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但是相应的 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不知道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他还想继续当网红吗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 老板